文史事百态,品,人生滋味,欢迎来到一关古今 我们知道晚清时期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慈禧手中 慈禧统治了晚清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 将自己老所宗打下的江山一点一点的割让给列强 从而背负了清朝覆灭的最大责任 其实真让清朝由盛转衰的并不是慈禧 而是乾隆皇帝 为何这么说呢 慈禧太后掌权后,不可否认的是她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 比如挪用北洋水师军费,导致甲午战人惨败 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,割地赔款等等 但我们需要看清一个事实 那就是,在慈禧太后掌权之前 清朝已经开始被西方列强欺辱 比如鸦片战争,八国联军火烧云民园 这一切的根源还是清朝太过磊弱 清朝由强转弱,其实是乾隆皇帝一手造成 乾隆在位期间,尤其是到了执政后期,太过于放纵贪官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贪官和珅 乾隆皇帝在位61年,期间竟搞了一百多次的文字狱 大量文人被冤死 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虽然犯了这么多错,但乾隆皇帝的名声却一直很好 主要是受到了清朝文人的追捧 因为乾隆皇帝在搞文字狱的同时,也重视文化发展 于是修编了四库全书,所以留得好名声 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没什么伟大功绩 所以清朝会覆灭,乾隆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对此你怎么看?好了,本期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